一年不回家 吃了一口麻辣瓣 喝了一口奶茶 我觉得我这28天的隔离 都是值得的 太香了 哈喽大家 今天是4月16号 是我解除隔离的日子 我终于要结束29天的 酒店隔离生活了 然后今天解除隔离之后呢 依旧是我们社区 对没错 得我们社区过来接我 所以说现在呢 我在酒店宾馆这边 已经收拾好东西等他 我们就一起等一下吧 看他们什么时候会过来 哈喽大家 连续就又出现了新的反转 我等到了11点 然后我实在等不下去了 给我们社区打了个电话 我问你们什么时候来接我 然后我们社区折腾了一圈之后 跟我说 说他们联系了社外办 像我这种情况可以自己回家 就是他们不来接我 让我自己走 然后我又联系了酒店 酒店说 一定要有人过来给我办理 解除隔离手续 然后他们说退一万步 你们社区如果不来的话 那么你们的家人来一个也行 唉 倒是早说呀 早说我就让我爸一大早就来接我了 好吧 没有关系 只要能回家 怎样都行 没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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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见谅 然后我刚刚点了午饭的外卖 还点了一杯奶茶 其实我本来是想点鲜奶茶的 但是可能因为疫情 断货就没有 然后点了一个芋圆奶茶 不另外加糖的 他们家的芋圆还挺好吃的 很劲道 然后我今天中午点了一个麻辣拌 我之前在韩国有一段时间 就靠各种各样美食博主的 吃播过日子 然后我就发现 有这个麻辣拌 干嘛呀 进来 球就进来了 苗衣这次我回来 我觉得她有点不太认输我 就是没有那么亲了 真的是一年不回家 就成这样了 忘记了 大家看一下 是这种凉拌的 麻辣拌就是拌的麻辣烫吗 这个麻酱 好像是要加进去的 先不倒完 我要的是微麻微辣 我觉得我有一种 乡里孩子进城的感觉 麻酱的味道 人生第一口麻辣拌 嗯 因为我要的是微麻微辣 所以说 麻酱倒进去之后 成全来说麻酱的味道会浓一点 但是最后的味道里面 有一点点麻麻辣辣的感觉 到了嗓子这个地方 开始有一点点麻 我爸妈 爸妈已经吃过饭了 要不然我觉得这个我妈吃应该会正好 太幸福了 回家 吃饭 点外卖的日子 吃了一口麻辣拌 喝了一口奶茶 我觉得我这28天的隔离都是值得的 太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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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我现在刚刚从外面回来 然后出去在我们家附近的面包店 买了点面包 打算明天早上当早饭吃 然后买了两罐酸奶 然后跟大家简单的开一下 就是我在还在隔离的时候 就是落地上海之后 陆陆续续买的一些快递 基本上都是因为疫情 然后很久都没有发 最近顺风开始恢复发许州的货了 所以说基本上来的这些快递 除了天猫超市的就是顺风的 叫什么呀 中文叫和糕 这个瓶酒奶是在天猫超市买的 然后底下这个箱子也是天猫超市的 首先整理的燕麦 我买了两袋 准备用来烤我之前一直吃的燕麦片 还有一个这个南瓜籽 也是烤麦片用的 还有一个这个 碧根果仁 其实天猫超市买东西 大部分都是为了 都是为了烤麦片 苗威在这边 天呐 球球好可爱 给你们看一下 我在这边开箱 然后球球在那边 超级猛 姐姐 挺好 然后一个一个来拆吧 这个应该是我在吉地老师 吉地手机他们那个店铺里买的 我之前买的这个 幽兰子他们家三脚架 然后这次应该是 我是买了一套吗 但是我记得我好像还买了 在那个店又买了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跟大家拆一下 我们这边的一家咖啡厅 叫 Nice Coffee 然后 在他们家买了一个 100克的咖啡豆 这个是 哥斯达黎加 然后密处里的 一款豆子 其实回国买豆子 这个我研究了很久 因为我在韩国 买豆子的时候 它那个地方都是外来语嘛 然后写的都是韩文 但是回到国内之后 我发现我看了国内那些 就是对于豆子的名称的描述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什么 所以最后我只能按照口味来选择 这个是草莓糖 莓果 就是稍微比较酸的 果香味的一个豆子 打算明天早上尝一尝 买了一个 星巴克的咖啡杯 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 这应该可以盛热水 里面是这种不锈钢的 然后养猫的人一定知道 家里的水杯 最好是有带盖子的 要不然这个猫毛 然后下一个 幽兰子他们家旗舰店买的一个 这种环形的补光灯 因为其实家里的拍摄环境 跟韩国的不太一样 很多地方我都不太适应 所以这段时间 大家看的视频的光 可能会比较奇怪一点 等我适应好了 找好角度和光线 大概可能两三周之后 整体的视频的色调才能稳定 最近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买了一个这种补光灯 各位我买了一个墨镜到了 这个墨镜其实是我这一次在机场免税店唯一看上的一款 但是她又刚好在机场免税店断货了 所以说我就拜托了成姐 找了她比较熟悉的代购 因为其实成姐她经常在代购那买墨镜嘛 找了她熟悉的代购 帮我买到了这个墨镜 我在机场看到了之后 超级想要的 但是我在机场看的时候只有橙色的款 但是我想要这个绿色的 因为其实这一款的那个橙色 她真的是有一点点偏暖色调的橙色 然后这个有一点点绿又有一点点黄的这个颜色 我稍微试一下啊 她戴上是这个效果 我个人觉得还挺喜欢的 她还给了一个免税店的购物清单呢 最后一个最重也是最大的箱子 这一整套呢都是手冲咖啡的器具 我这次买的手冲咖啡的器具 依旧是HELIO的V60 这个器具呢是之前我在韩国学咖啡课的时候 我考试用的器具 所以当时我在那个学院主要练习的器具呢 就是这个HELIO的V60 然后之后我自己在韩国买的也是这一套 算是一个我觉得基础还比较入门 但是你又稍微的懂一些手冲咖啡的知识的话 比较推荐的一个器具吧 首先这是两个V60的滤纸 然后这是他们店里卖的一个手冲壶 所有的东西我都在一家店买了 因为现在疫情不是很好发货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计时的秤 我记得你这个没有反应 可能是还没有电吧 我充电再试一下 还有一个充电线 然后这个就是我买的这个V60的器具 我这次买了一个目的的 我这次买的比之前买的那个要稍微小一点 我觉得一个人的话用这个大小也差不多 我还挺喜欢的 将来也会带到新家去用 我一般就直接把这个放在这个杯子上面接咖啡 因为我们家只有我喝咖啡嘛 所以我就直接买了一个V60 然后打算直接这样冲 这次没有买电动的磨豆器 我打算等我搬到新家之后 直接入一个好的 所以说我这次就暂时买了一个手冻的 应该是这样磨豆的 好好玩哦 其实没有太多的东西 因为现在是疫情的情况下 也没有买很多 只买了一些对于我来说 可能日常当中使用率比较高的东西 开完箱之后的整理 真的是 啊子 well 我的切 Hello大家 今天是4月17号 那箱就是早上6点钟不到 为什么这么早起呢 因为今天 徐州全民核酸 我回来的第一天 我回来的前一天 虚宁这边有确诊病例 虽然是徐州的一个县区 但是徐州这边跟着一起签名核酸 然后 鸟儿起的是真早 然后 因为我爸妈说我们小区人比较多 核酸要排一天 所以每天六点钟开始做核酸 我们就五点半起床 现在是五点五十左右 我们家三个月就出来排队做核酸了 我真的是很久都没有看过 早上五点多的太阳 哇 棒棒的 这个我们下期的社会 第一晚 最后整理的大厨 完成了 真正的 quick 小津 鸡肉 完蛋 鸡肉 鸡肉 我觉得经过我昨天一天的努力 苗已经渐渐认识我了 开始愿意跟我亲近 然后跟我睡觉 我摸它 我抱它 也都愿意让我抱了 现在是早上8点05 其实今天早上我跟我爸妈 5点45左右下楼 出发去做核酸 排了得有一个多小时 大概7点钟左右做完核酸 因为社区这边组织的比较混乱 或者说压根就没有人组织 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在哪排队 然后中间还有其他的群众 传递了错误的信息 所以本身我们排队是正确的 然后有人告诉我们那边做不了 我们又排到其他的队 结果最后发现还是得在我们原来排的队做 排了一个多小时再做完核酸 这个是我昨天买的这个 风味发酵乳 大家在外面买酸奶的时候 可以注意看 它上面写的是风味发酵乳 还是酸奶 主要就是看成分表里面 因为包括我们自己在家里面 做那种酸奶嘛 里面就一般不会有明胶果胶啊 或者是其他的添加剂 稍微的比较健康一点 所以说这个我就买了两罐 打算今天跟明天喝 这个是芋泥馅的面包 因为我们昨天其实出门有点晚 已经没有什么面包剩下了 芋泥红豆耶 哇哦 他们给心搭 我真的太爱面包了 顶上这层白色的 有一点点像是菠萝包上面那种起酥 但是不是很酥脆的那种 是比较软的那种 类似的芋泥馅不甜 我来尝一下这个咖啡豆 很浓郁的果香 原来我喝咖啡的时候是完全喝不了酸味的 但是现在我发现 酸味层次感不明显的咖啡 真的就只是咖啡因的摄取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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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要搓一杯 笑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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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钥匙放在电动车上没有拔下来 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我将来要住的房子 哈喽 这边是我将来的客厅 不过现在堆的全部都是建筑垃圾 这边过去呢 本来是我们家主卧的阳台 但是这个地方会改造成一个工作间 会在这儿架一块木板 然后这边放一些柜子 改造成一个连接阳台的书房 然后这边已经搭上骨架了 会做成阳光房 这个院子其实还挺大 爸这院多大 40 40多平的一个院子 这个院子真的还挺大的 做成阳光房应该还蛮漂亮的 然后本来其实这儿是客厅来着 但是后来决定把这儿改造成餐厅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我小时候住的卧室 现在还是准备决定作为我的卧室 这个地方的门稍微的做了一个造型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之前跟大家看了那个设计图 就是这个角度看过去的设计图 然后我这个卧室也有一个小的阳台 这边到时候全部封上整块的玻璃 采光应该会比较好 现在师傅在这边工作 这边有贴设计图 现在在的这个房间就是这个 会做成一个餐厅 然后有桌子有倒台 这边是一个西厨区 烤箱啊什么都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客厅的设计图 刚刚我说的那个架木板的书桌 区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之前给你们看过的 卧室的设计图 然后这边 其实你改造了一下 本来这儿是卫生间的 但是现在画了一下 把这儿改成了厨房 然后本来这个地方是厨房 但是后来把中间这儿分隔 开了之后改成了卫生间 我选的卫生间的地砖 原来是这个 这儿是墙壁的砖 这种小方格黑线的 这个地方他掏了一下 估计准备在这儿放一个餐边柜 然后这个房间今天刚刚抹上水泥不能采 本来是整个家采光最不好的房间 然后这里准备打一排柜子做一个收纳 可能会放一张小的沙发床 然后这边会放一些运动的器材 如果有人来的话可以把沙发床拉开在这边住一下 这个地方呢其实还有一个小的衣帽间 现在还没有打柜子 但是我们家的整体定制已经定下来了 这边有一个配电箱 这是从小我住了12年的房子 这个房子主要是比较安静 然后采光也特别好 整个房子出设计案的时候 我最喜欢的就是我这边的这一个工作台 本来我是打算单独要一个书房的 但是后来设计师说 你在这个地方加一个长的木板 做成书桌 能看到外面的风景 工作其实会挺好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个改造 但愿疫情不要反复 工程可以顺利 Hello各位 我现在跟我妈从我的新家那边出来 然后我们来买车了 我现在刚刚从外面回到家里 现在是3点59分 马上就要4点了 但其实我还没有吃午饭 先来喝一下这个奶茶吧 好 因为我今天出门办事的时候 我的邻居帮我拿了个快递 所以说我给他买了杯奶茶 顺便 顺便给自己也买了一杯 感觉稍稍活过来一点 其实我刚刚在最终决定买哪辆车之前 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动态 让大家帮我选择 我现在来看的话 点赞最高的是绿色的 但其实我刚刚发这个帖子的时候 我粗略的看了一下 大概70%左右的人 都想让我选第一个 就是他们家比较经典的这个配色 白色和棕色的这个配色 就是这张图片 其实今天在买车之前 我在网上做功课的时候 看上的也是第一辆 因为网上第二辆车 就是那个绿色小车的 介绍并不是很多 所以一开始我不知道有这个车型 然后我去了实力店之后 看完我发现 那个绿色的小车 整体来说我更满意一些 大概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 那个车的车型 整体的大小 要比那个白色的要更小一些 其实我个子是比较小的 可能有一些最近才关注我的朋友 我的身高只有一米五八 我妈觉得车小一些 底盘稍微的低一点 然后更好驾驭 骑起来也更安全 然后第二点呢 其实就是这两辆车的车座 相比较而言 那个绿色的车座会更软一些 其实我觉得车座还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 如果说你骑车的时候 有坑坑派派的地方 太硬的车座 坐起来会不是很舒服 还有第三点 我比较喜欢这个车的原因是因为 我买的这个绿白款 其实它的外壳是磨砂质地的 然后我之前看的那一款呢 是比较亮的 漆面的质地的感觉 其实我个人是更喜欢磨砂质地的壳的 我觉得那个看起来稍微的高级一点点 当然这属于个人取向问题啊 我刚刚从卖车的地方骑回来 我觉得整体的体验还是不错的 减震上来说啊 我觉得比我妈之前的那个 就是怎么说 带助力轮的那种电动车 要防震一些 对 然后我选的款呢 是五块石墨烯 对石墨烯电池的款 其实之前我在买车的时候 也做了一些功课嘛 很多人说石墨烯电池就是个智商税 它肯定不会用石墨烯给你做 只是里面含有一些石墨烯的成分而已 但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电池就是石墨烯嘛 然后我其实对这个也没有什么研究 我爸觉得还是买石墨烯电池会比较好 所以最后还是买那辆绿色的小车 我还是很开心的 杨姨 杨姨过来 杨姨 杨姨 来 开用 杨姨过来 哈喽 哈喽大家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半 嗯 苗姨一般是11点吃晚饭 然后今天我爸妈休息的比较早 现在我爸妈已经睡了 我现在关着帮门在这边工作 因为我是11点下班嘛 但是苗姨一直在这边叫 因为我要给她吃晚饭 所以现在把她关到我的房间里面 要不然她就会出去闹我妈 不让她睡觉 这也是当时我决定 就是我回国之后 一定要搬出去自己住的原因之一 主要是跟父母的生活习惯 有一点不一样了 我看我之前的弹幕有朋友问我 我那个新家是我一个人住 还是跟爸妈一起住 那个家应该是我一个人住的 爸妈可能偶尔会去玩 但是不会跟我一起在那边长期居住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 需要我有一个独立的安静的环境 然后就是我爸妈他们可能休息的比较早 然后起的也比较早 就是跟我现在的生活 苗姨又开始了 跟我生活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现在不能放她出去各位 不是我要虐待她 主要是她这个点开始饿 然后如果放她出去 我爸妈就没法睡觉了 所以只能挂我房间里面 苗巫义的话 她跟求救 我们是给她控制了饮食的 按着她的体重 给她换算了一下 每天能吃多少饭 因为苗巫义已经七岁了 然后求救也六岁了 就是这个年龄的猫 已经不小了 就不敢给她放开 吃太多 怕她再年龄大一些 会有一些富贵病 就是肥胖病嘛 所以一直按着就是她体重的等比计算 可以吃的量来给她喂食 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适应 跟父母一起生活的节奏 基本上我是12点多 最晚12点半最后开始睡觉 但是我爸妈一般五点半就醒了 所以其实 每天我睡的时间还挺短 宝宝一会吃啊 现在不能吃 妈抱你一会儿好不好 抱一会儿 你不叫叫好不好 妈抱你一会儿 看 求救她对于吃饭是比较佛系的 不像苗巫义 她对饭的渴求度会比较高一点 就是如果你不给她吃饱了 她就会一直闹你 然后一直叫 我妈说她今天困得比较早 想再早睡一会儿 所以把喂饭的任务交给我 等一会儿好不好宝宝 再等一会儿 还有半小时 11点吧 就给你饭吃 她的肠胃属于 特别不好的那种 就是如果她饿了太长时间 再吃下一顿的话 就是会 吐 就是突然一下吃很多会吐 所以一定要11点 才跟她吃最后一顿饭 等一会儿啊 其实就是回国之后的作息 还有跟父母一起生活的节奏 还没有调整好 所以我这两天 就是有点白天睡不醒 晚上太惊论的感觉 今天下午 我爸妈出门了 然后我在家里面 又睡了两个半小时 因为太困了 其实我实在是不想睡的 因为我怕晚上睡不着觉 但是我实在是太困了 然后我就呼自己下 睡了两个半小时 唉 没关系 反正我要工作到11点吧 另外 那我们就先这样说 没有见 那我们就先这样说 我先去想陋谈 我先来说 我先去想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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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从镇谈 我先去打散谈 我先去脆谈 我先去那天 感谢观看